朋友们,你们觉得在北京花五万块钱买个车位怎么样 反正我感觉挺划算的 因为我们家是电车 没个固定车位的话也不好安心电装 等会儿送完果果 我们就去把气睡觉了 产生这儿办理了 早晨简单吃个早饭 今天做了个三明治 还有一些酱香饼 果果有心的鼻涕 果果你今天那阴神君是不是还没喝呢 最近焦温了 早晚门差大 果果的过敏性闭咽又半了 他最近早晨经常打喷嚏流鼻涕 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子还不通气 也影响睡眠 果果说最近上学都有点累没精神 我自己就是十几年的老鼻炎了 每到秋冬又冷又干脆的季节就特别严重 有时候一连打上七八个烹体 别气多难受了 所以果果的鼻炎我就特别重视 还说呢 这没准就是遗传你的 前段时间带他去做检查 说小孩可以喝一些抗鼻敏的益生菌 再加上多运动保持良好的作息 所以现在我每天给他坚持喝益生菌 早睡早起 要不每天在学校打喷嚏 醒鼻涕的也影响学习 那我晚上也多带果果去跑跑步 增强一下免疫力 这几天北京挂大风降温 给他穿上个棉麻甲 这段时间我看他已经好多了 鼻涕少了 刚好点要注意保暖 这个地方在二环边上 哎呀一路真够堵的 我们就得去把车位合同一顶 刚刚我们已经拿上资料跟合同了 等会还要跑趟房山去浇气水 又得花点钱 我们来到这个大清了 现在去零号办理喽 办个资料就是太麻烦了 今天特意跑了一趟房山 但是刚刚给我们发资料的人 没跟我们说要在结婚这 来这以后 结果资料不全还半秒 我们准备明天再跑一趟了 今天既然已经来到房山这了 我们准备往前再多看一段 去看看我公婆 这周一到周五 我们带果果上学住在丰台呢 然后我公婆 他们俩在房山住了几天了 去那吃个饭看看他们 我们这个车今天没电了 来地下车库 找了个公用的充电桩 先充一会儿 我们把手机拌完之后 就可以找不家电话 拉那个电脚了 拉完之后找4S电 把这个充电桩一装 就方便了 有了咱们自己的充电桩也便宜了 对 过来看了一下 我们自己买的车位 就是这个地方 刚好当时选的是旁边有个柱子 以后把充电桩 担在这儿 是比较方便 感觉有个地下车库 还是比较好 因为现在冬天 有的时候下雪了 我记得去年 我们早晨开车之前 还要除那个车窗上的积雪 停在地下的话 就是冬暖夏凉 我们小区的一个邻居 已经把它这个充电桩装上了 咱们以后也是这样的 刚刚在路上 跟我婆婆说了一下 想吃烧子面了 我婆婆这时候 已经把肉拦上了 哎呀 满意足烧子热的 像 感觉我们这个厨房 做饭的东西已经挺齐了 但是没做过面条 今天才发现 缺一个这么大的擀面的案板 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案板上凑合呢 咱们切的面好贴 这侧面兽医还行吧 妈 你来这一条 我捆不及 我都跑在这边 跑在这就跑在 想吃啥都吃得啥 还不年轻 跑在啥啥 做的饭全部是我爱吃的 看看爸做啥的 爸 吃饭的 以后在这里 给咱爸应该弄个 挑窗店 对 这样躺着就舒服了 这能晒太阳白天 一锅面条又出来了 今天新做的灶子肉 配面条太香了 好久没吃这个肉了 好久没吃 小月 是不是暑假回北京之后 你是不是就没做过 扫子肉给我 好像没有 陕西人吃面条 一般炒点这个菜丁 跟扫子肉一起 拌在面条里特别香 今天这个饭太陕西了 看看大伟 这一大碗面 我看你现在生活指数 幸福指数太高了 对呀 经常都知道妈妈做的饭 是幸福的 我感觉 这咱们有时候忙了 就不用在外面凑合吃了 偶尔还有个县城饭吃 看这面凑劲到 上去人吃面条 酥思想 我妈这两钱 肉给吃多了喝点 特别像是这么一碗面 对吗 看妈吃起像的这个 爸 给面好了吗 这么一碗面 给肉都不换 就是这么一碗面 对 我看不开装面 你 你 感谢观看